历史上厉害的女性也不少 芈月就是其中一位 她是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太后 本是一个身份低微之人 却成了最尊贵的女人 芈月到底有什么能耐 她的传奇一生又是怎么样的呢 芈月是楚威王的小女儿 而她的母亲只是一个是世界 出生之时芈月被推散为霸星 之后宫里的人也是对她避而远之 母女两个也渐渐地被遗忘了 后来芈月无意间溜进楚威王的宫殿 楚威王看得十分有趣 就特许她来陪伴自己 芈月变成了楚威王最宠爱的女儿 不过后来楚威王去世 芈月的地位瞬间一落千丈 之后芈月便成为嫡公主芈叔的陪嫁 随她一起远嫁秦国 芈叔成为了秦国王后 而芈月则被封为了米八子 这个位分在宫里也是比较低微的 好在惠文王对她也不错 之后她还生下了三一女 不过好景不长 惠文王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之后芈叔的儿子迎荡登位 当即将芈月的大儿子迎继 送去燕国当质子 并将芈月打入了后宫 在秦武王迎荡在位期间 她十分崇尚武力 所以经常和人比利己 在她登基的第四年后 秦武王和大力士比赛举顶 没想到一个尸首被大顶砸S 可是迎荡并没有子嗣 这个时候一大帮兄弟都在争夺王位 而芈月也开始锋芒笔路 想方设法让燕国释放营祭 在赵国和舅舅 魏冉的双重帮助下 公子继成功登基 是为秦昭相王 而芈月则被尊为太后 史称宣太后 也为营祭年纪上小 所以朝中的大事 皆由芈月处理 芈月的弟弟 未然很快就 平定了王室内部争夺军位的动乱 朱威瑟惠文后和公子壮 雍将秦道武王迎荡的王后 驱逐到魏国 还肃清了多位与营寂不合的公子 朝堂尽在芈月掌控之中 不过内部解决完之后 外部的争斗也还是不少 尤其是义渠国 由于地缘上带来的利益纠纷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们和秦国的关系都极其恶劣 甚至不惜发动战争 历史上的第一太后 生性风流且私生活混乱 不仅在后宫和秦夫私混三十多年 还公然为其生下梁子 芈月的做法到底有多荒唐 也为秦国与义区一向不合 所以两国连年征战 但是义区毕竟是融族国家 战斗力非常强 而且还经常搞背后偷袭 所以秦国每次都是碰一鼻子灰 本来在秦会文王在世时 他们还稍加收敛 后来却是愈来愈放纵了 在秦昭湘王迎继继位之后 义区王表面是来贺喜 实则是在嘲笑这个新君主 这个时候宣太后芈月抓住机会 等到宴会结束之后 将义区均单独留了下来 开始使用美人计 芈月虽然已经是个寡妇 但是还年轻且风韵犹存 义区均果然败倒在美人群下 两人很快就公然在一起了 义国太后与别人轻轻我我 这种事情在当时看来 简直是十分荒唐 但是毕竟宣太后大权在握 秦昭湘王迎继也无所谓 朝中大臣也不敢说什么 所以芈月就和义区均 做了三十多年的夫妻 在此期间还为他生下了两个孩子 义区均也是很享受这种生活 每天开始沉迷在安稳的日子里 可是没想到这些都只是假象 宣太后毕竟是国家的掌权人 当然事事都以秦国为先 等到秦国的实力日渐增强 宣太后芈月看到时机成熟了 就开始翻脸不认人 她将义区均诱骗到甘权宫去 等到义区王仪踏入甘权宫 就命人趁机S的 然后又把他和义区王的私生子S掉 而与此同时秦军趁义区国群龙无首 直接将义区国义国端了 将原属义区王的领地全部收入囊中 秦昭湘王还在义区的地方 设立了陨西 北地 上郡三郡 秦国西部再也没有任何威胁 秦国人看到义区被灭之后 大家才知道原来宣太后这么多年 都是在忍辱负重为秦国做打算 举国上下也开始敬佩这位太后 而义区王或许 林S钱都不敢相信 这个与自己来往三十年的女人 居然能够这么狠心S掉自己 把持朝政四十一年 被称为铁血太后 凭借美色迷倒众多男子 为秦国扫除一切障碍 S钱拉男宠为自己陪葬 宣太后的结局如何呢 和义区君生活了三十年后 宣太后芈月和自己的儿子联手 毫不犹豫地斩埃色自己的情夫 为秦国开疆阔土做出了贡献 在这些事情全部处理好后 这个时候秦昭湘王也已成年 她发现外戚的势力过大 准备将其连根拔起 后来在饭居的出谋划策下 最终未然 相授 芈蓉被缅去植物 而宣太后也被秦昭湘王夺了权 此时的宣太后也差不多七十出头了 所以就开始过着随心所欲的日子 她在后宫肆意圈养男宠 尤其是对魏丑夫这个人十分宠爱 后来眼瞅着自己十日无多 宣太后舍不得身边的小情夫 觉得自己一人去黄泉实在是寂寞 于是就下令让魏丑夫陪葬 魏丑夫得之后十分害怕 自己年纪轻轻就要殉葬 任谁都是不愿意的 于是她找到雍锐为自己求情 雍锐入宫拜见宣太后 问其人去世后是否知道人间事 宣太后急于否定后 雍锐又乘胜追击表示 那又为何让生前所爱的人殉葬呢 如果S后知道人间的事 那么先王对太后早就积怨颇深了 在她的劝说 夏宣太后放过了魏丑夫 而秦昭湘王在看到自己母亲 终于打消让魏丑夫殉葬的念头 也是松了一口气 毕竟让男人和自己母亲一块下葬 这实在是荒唐至极 在公元前265年的秋天 秦宣太后生命轨迹 终于走到了尽头 之后被葬于纸阳离山 秦宣太后芈月是秦始皇的高祖母 从楚国述出公主 道称霸六国的大秦铁血太后 她执掌秦国国政41名 其间坚持商样变法主张国家统一 让秦国从把若秦变成强秦 这些都是不可磨灭的功绩 虽然后期豢养男虫有些不当 但是这些也只是她的一点污垢 宣太后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垂帘听政的女人 她的功劳是不可比拟的 可以说她为秦国一统天下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对了